來看社會消息 在高雄市去年年底 有一名三十八歲的黃細男子 是酒後駕車撞上了一家四口 導致他們在過馬路的時候 結果被撞飛是一死三重傷 這事件引發全球的全國的震怒 那麼包含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要求檢方要從嚴 從速來懲處 現在這名的累犯駕駛 最新消息是他要依照殺人罪被起訴 檢方依照殺人罪嫌 把這名黃姓駕駛給起訴 是要找檢方也公佈最新曝光的畫面 就是這招式之前這駕駛 還有有人在過馬路取車的畫面 前方就針對這畫面就認定了 當時這黃姓男子 其實明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安全駕駛 但他並不顧有人的勸阻 是執意要開車來上路 並且沿路上不只開得很快 還闖紅燈 認定他有殺人故意 並且要見請這院方從政量刑了